都喝白的吗 我喝了 不喝了 不是可以吧 挺好的吧 再 再叫去一会儿 老板 再上石刷 还继续说 对不住了您的啊 好 恨死我了吧 我就不给你吃 嗯 就说咱们不当演员啊 您也不能甩 他腮棒的真蹲啊 好吃 我还没说您呢 您这叫什么 智奏为虐 我这好不容易 他坚定的信念 就是您这烤串 万一给他把解了怎么办 偶然吃一顿怎么啦 谁一顿份变胖的呀 真是的 你剪这么多年 我没见你授业 自个儿做不到 要求别人一条一条的 还不给吃饭还折腾人家 是减肥吗 这是虐待的 咱这不是有时间限制吗 他必须瘦下来 跟上彭导的戏 他瘦下来那戏 他也上不了 别别别别 你明摆着的 那姓彭的 他耍人玩的他 那也得试一试 你不是怎么知道结果呢 您教我的 凡事都要尽心尽力 拼尽全力加油干 不回家了呀 好 走 杜姐 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 什么呀 这营帽外国人啊 怎么着 带我一名啊 他们都是为了角色可以 减肥几十斤的男演员 不管角色大小 不管有多少困难 不管时间多么紧迫 他们为了在荧幕上 能够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他们受了苦海了去了 好在于你是要成大事的人 他们就是你学习的榜样 他们就是你学习的榜样 你放心 这肉我能增上去 我好到于肯定 就能把它给剪下来 佛子 我最近顾上小雨 他丹病情恶化得很快 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快过年了 你就不想问候一下丹姐吗 如果他现在能收到你的信息 肯定会特别欣慰 恋人分手了 都能做朋友 更何况你和丹姐 像亲人一样 解约了 怎么就不能关心关心呢 他都把我抛弃了 他扔那点毛衣 跟扔抹布一样 满脸的嫌弃 我为什么还要上赶着 给他发短信啊 我是不是贱啊 不是 我是觉得你这样带着恨生活不好 而且我也觉得 你应该 去找机会跟丹姐聊一聊 聊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吊着这口气继续减肥 有一半原因 就是因为他 我要让他后悔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你减肥 不是出一对演戏的热爱 这是因为对别人的恨吗 我经历的一切你经历过吗 就知道说好听的 你让人像扔抹布一样甩的事实 郝泽云你知道 你为什么一直出不来吗 因为你根本就不爱你的职业 你光知道恨了 谁会记得你 谁还敢对你好啊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你跑我这儿来 现在新懒了是吗 可怜我是吗 好 我心流了 我谢谢你 好吗 这个世界留给你去爱好吗 我不配 我也实话告诉你 我也就是靠着恨 我才能长得这么大的 我也告诉你 你面前这个怪胎 就是靠着恨别人恨自己 所以我才能撑下来的 明白吗 你不说你想要当个好演员吗 我明白什么呀 你要带着恨 你能当个好演员吗 你懂什么叫演员吗 你知道演戏怎么回事吗 你一超时卖坚果的 你懂什么呀你 我是不懂你 但是我觉得你带着恨去演戏 别人不会想看的 你自己也不会想看的 因为根本没有意义 如果有一天 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回想自己的一生 全都是恨 你不会后悔吗 你不会后悔吗 你打住啊 你你你你你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这件 没用的 我也告诉你 我的人生我不需要你指手画脚的 这样 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工作的事 电话联系 肥我自己捡 你也没事别老往我家跑 更不用教我怎么做人 好吗圣母 好 再见 我以为我叫你burn人的 是 怎样就做一个人